这个男人中了尸毒 本想向包租公求救 不料他却落井下石 直接把男人当成祭品 让厉鬼吃了 男人死前放出白鸽 想让雷震子等人赶紧逃 而此刻 雷震子和雷震子 天机正在烤番薯 而金男一 却想要吃烤翅 但自从他坐上长板凳 露出修长的美腿后 震子再也没有什么 吃烧烤的心思了 这让天机很是吃醋 毛东东的性格飞来时 血书刚好掉进火盆 三人谁也没发现 只顾着争论鸽子能不能吃 为了在金男一面前表现一番 震子拿着鸽子进了厨房 而金男一则趁机去停尸房找线索 他偷偷从金莲的手上 顺走了一枚戒指 等他离开后 哈拉卓又溜了进来 本想偷走金莲 不料却被护士环给刺了一下 立刻头晕目眩 但他仍旧强行施法 对院内的水井下了鼓毒 好巧不巧 被天机给看到了 哈拉卓撒鸭子就逃 天机在后面紧追不舍 然而哈拉卓无数高明 在半路上就利用指人 给天机下了魔咒 天机忽然遇见一个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打他自己也会受伤 被打还是会受伤 好在天机反应迅速 及时破了哈拉卓的腰法 由于之前两人在荒宅打斗 不小心破除了王正和金莲的定尸术 等毛小房和马小灵压马路回来时 两只僵尸已经逃走了 金男一最先发现了 在野外弹琴的王正金莲 他只关心秘哲并不在乎诗变 却不料在男尸上寻找秘哲时 女尸动了 虽然金男一胆子大武功高 但还是被男僵尸给抓伤了美腿 趁着金男一受伤 两只僵尸撒鸭子撩了 不一会儿马小灵赶来 劝金男一不可运功 否则尸毒发作 大罗神仙也就不了 金男一只好放弃追击 先回荒宅 王正和金莲生前恩爱 死后依然 他们以前一个是大内侍卫 一个是宫女 因为宫中偷情被发现 康熙想赦免他们 却因封建里教有心无力 只能拆散两人 七年后 康熙见王正依然痴情金莲 便想被地理成全两人 给了王正一道赦免口欲 不料却害得他们成了亡命鸳鸯 这晚他们再次灵肉交合 完成了死前没干的事业 马小灵找到他们后 不管他们有什么海事山盟 三下五除二直接给制服了 不得不说 北派马家的白巫术非同反响 而荒宅里振子想撩拨天机 便用井水给他熬了一碗茶 天机不赏脸 振子便自己尝了一口 天机忽然想起了什么 拿过来一闻 发现茶水有股怪味 此时金南一刚巧回来 振子便扶着他进屋去敷糯米 毛小房找不到僵尸便先回来了 口渴难耐的他刚想喝茶 被天机阻止了 就在他想问为什么的时候 屋内传来振子的惨叫声 原来是鼓毒发作了 这时天机才想起来 是哈拉着下的鼓毒 但是鼓毒属于黑巫术 南毛北马的感尸术都属于白巫术 就在众人为难时天机出手了 他的妈咪是北马前任掌门 自己又是苗疆女子 从小就学习黑巫术 天机和哈拉着 进行了一场隔空斗法 由于哈拉着之前 被护士环刺了一下功力受险 振子体力的鼓毒成功被解除 毛小房给振子弄了一碗蛇蟹 让金南一端进去给他补补 没想到他却见色起义 趁火打劫 两人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 而哈拉着自然不肯认输 他利用邪术 让金莲怀上了鬼胎 根据混员密集所载 鬼胎的诞生 将使人间遭受大灾难 另一边 金南一陪阵子闹腾了大半夜 发现这家伙嘴里 喊着天机的名字 一气之下走出去散心 哈拉着本想在背后悄悄搞偷袭 不料金南一早已发现 两人展开恶斗 金南一自然不是对手 哈拉着刚想下狠手 不料突然蹦出一个女僵尸 把他给割了头 他正是金莲产下的鬼胎 附身了女僵尸 此时他虽然很难缠 但却没有开天眼 因此并没有太大的杀伤力 但是等他开了天眼 就会先毁灭父母的尸身 到时候就成了天下无敌的混世魔王 想要制服他 只有两个办法 要么在他没开天眼前毒死他 要么就是让他的亲生父母还阳 用父母之爱 让他化解怨气 逃走的鬼胎 还是半人半师 白天需要休息 于是众人决定分头寻找 镇子和天机最先发现了鬼胎 两人本想用毒药毒死他 结果天机太重 镇子扶他不住 把毒药给弄撒了 天机决定直接用匕首刺 不料却直接被鬼胎掐住了脖子 好在镇子反应快 及时救下了他 但却因此让鬼胎给逃走了 鬼胎来到一处水井上 扶着受伤的手臂 恶狠狠地对两人说 我会记住你们的 随后便跳入井中 马晓菱深知鬼胎天性凶残 有仇必报 只要一回来 首先就会杀天机和镇子 如今毒杀不行 只能靠爱去感化 众人计划让天机和镇子去死 然后借尸还魂 去感化鬼胎 至于死后能不能重生 马晓菱说了一大堆理论 总结起来就是靠运气 天机和镇子 为了人类和平 只能提前牺牲自己 先入洞房然后去死 一对新人喝了交杯酒 却来不及闹一宿 虽然马晓菱把自己吹得很牛 其实他所谓的遗魂术 全是照着密集念的 因此直到鬼胎来复仇 依然没有灵验 金男一决定先出去顶着 临走时给了镇子一个爱之吻 说第三个要求 让他一定要还阳 其实这时候 两人已经被他叫醒了 而毛晓菱在被马晓菱逼问 爱不爱自己时 把遗魂咒语倒着念了一遍 误打误撞打开了生死门 虽然让天机和镇子彻底苏醒还阳 但是王正和金莲的魂魄 却进入了他们的体内 这和最初的设想是相反的 不过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众人找到了正在和金男一缠斗的鬼胎 面对父母的质问 鬼胎立马怂了 中国式家长就是厉害 多顽皮的孩子都能给你唬住 臭丫头 父母都不认了吗 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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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真正的密哲 就是皇上对王正的赦免 金田一是左右为难 因为向四二个实情汇报 传出去会对皇上影响不好 如果是说自己查不到 又要退半时经费 衡量一番后 金田一决定回东营耕田 临别时 他故意当着天机的面 对雷震子说 我们将来的儿子叫金田一耕祝 我知道 他会是一个出色的侦探 天机是个醋瓶子 听完后 立刻对震子执行起了加法 影片到此结束 感谢关注 下期故事更精彩